民進黨的領表是這個禮拜 禮拜一到禮拜五領表 蔡總統出訪是3月21到3月28 賴清德今天搶投降 這個搶投降動作很奇怪 因為其實最好去下手的時間 應該是3月22 等蔡總統出國了 就跟王金平那時候2013的時候 不在國內的時候 馬英九弄那個 這樣就更沒有道義 如果要出手的話 就已經讓他跟CNN專訪宣布了 然後現在又在他出門之後 才去領表 對 主持人我意思說 你現在回來看說 他第一天早上就去領表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有一個斡旋轉圜的空間 包括菊姐 包括一些信潮流的朋友 他們不想看到民進黨分跌 不想看到民進黨內訌的 一定會去喬 那就很多變化的空間 我之前跟大家講說 韓國瑜民調第一 就是參選的正當性 這個話我不會收回 民調第一本來就參選正當性 可是在領表當天 公布他的民調第一 這樣會不會太巧 我分析這些民調的單位給大家看 這些單位有一個共同點 都是經常發布民調 這兩個比較少 最近比較少 這些都是固定 幾乎是固定發布民調單位 他們的特色 這些背後的 像台灣智庫董事長林佳龍 台灣世代智庫是陳明文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創辦人是 這個國策民成心 由英龍 吳子佳 吳董最近被民進黨這個點點 這些都是綠的 我們看這個創辦人是股寬民 然後他之前把整個智庫捐給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董事長叫高志鵬 執行長是陳志忠 凱達格蘭的校長是金恆委 都是綠的 這個無庸置疑 這是第一個 韓國瑜不是第一名的民調 但是我持非常保留看保 你看他護比式裡面 韓國瑜輸王金瓶 你想有可能嗎 我抱歉 但是我尊重他 因為畢竟他也是個民調 然後賴清德 韓國瑜輸賴清德0.6% 我們知道這種 正負三個百分點 他的來回是6% 正負百分之三 他就6% 所以這兩個其實都在 誤差範圍之內 這是第一個做出韓國瑜 不是第一名的民調 我是建議說要公布調查方法 要公布民調的樣本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做民調他是會錄音的 像民進黨初選的時候 他們做民調是 候選人會派人去監聽的 怕作弊 所以民調樣本請你公布 你的家權公司我也很懷疑 請你公布立策記錄 為什麼要立策記錄 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是友台 在去年九合一的封關民調 請大家自己看 蘇貞昌領先侯友宜 林佳龍領先盧協議 他贏10幾% 陳其邁領先韓國瑜 結果最後結果什麼 就通通都錯 通通都錯 所以這個也叫民調 我就不講是哪一台 好 這個之前台灣社公布的 贏了記者會 沒有特色 沒有2020 特色陳總統才有蔡總統 所以剛剛韋翰的分析 我是同意的 會不會是要跟你談 你是把成 因為那個賴清德 郭郭文東尚就說 阿扁總統功不可沒 所以會不會在這個節骨眼 去特色他 這個可以想一想 主持人 我的研判 我不太認為賴清德會 真的要參選 第一個 所以是選假的 對 我分析給他 我都答文號 以免我要道歉 這行政倫理的 你怎麼這麼不負責任 文號 行政倫理論之排輩 你去挑戰蔡總統 蔡總統跟你在乎過了 我們台灣人都很高興 人家跟你在乎 你要挑戰這樣對嗎 第二個 其實是無法切割的 蔡總統現在的民調 整個民進黨的制度這麼差 我取而代之 你又辦法切割嗎 其實你是行政團隊的重要議員 第三個 這會造成非信息的反彈 賴清德是新潮流的大阿哥 你這樣出來選 非信息會怕 你也新潮流 都整個砰 我怎麼搬 最後一個是我認為的民調 我解釋給大家聽的 這之前的七個民調 韓市長是七連勝 柯P是穩定的第二名 我說平均來講 平均來講 賴清德是第三 甚至第四 有的民調他還輸足利潤 這種情況下賴清德真的要選嗎 真的要選嗎 我很懷疑 這個是我的結論 這是顧寬敏先生 其實顧寬敏先生 他長期以來是支持賴清德的 從以其他界 2015年他告訴我們記者講說 我跟你保證 賴清德一定出來 2015年的時候 可是賴清德其實是沒有出來的 所以我對賴清德這個動向我保留 民進黨在打選戰 用兵的方式是很聰明的 賴清德剛剛點出來有一點很有意思的 大家去看一下 如果賴清德自己出來選 或者蔡英文還是繼續被提名出來選 單一出來選 還是他們兩個加在一起 然後各有不同的選民的支持 就是聖選的把握比較大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還有民調是最吊詭的 因為不管現在藍營的也好 綠營的也好 都是用民調來證明自己是最強的 所以大家會去支持他 在這個民調裡面很多的數字 到現在證明都是 可能都會有點讓大家懷疑 所以我在看蔡英文 我想蔡英文 蔡英文在上次要出來選總統的時候 大家本來也不看好的 但是蔡英文手上拿了一個民調 證明他可以贏 他是最高的 所以走了一圈 台灣走了一圈下來以後 大家就認為蔡英文可以贏 過去的一些歷史可以去看 所以我覺得 今天賴清德民調高不高 是不是贏過韓國瑜 贏過柯文哲 我覺得根本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蔡英文 從過去到現在民調都很低 這是一個重點 當然民進黨的所有的立委 支持者都會緊張 如果輸去要怎麼樣 不要講得那麼好聽 就說立委一定願意一定要過半 否則我們輸得很難看 台灣價值 本土價值就沒有了 這是騙人的 對這些立委而言 對這些在政府做官的 或者在公家所屬的 這些事業單位裡面 所做事的人都會擔心 民進黨如果輸去 我們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大家會很緊張 緊張什麼 如果民進黨這次選舉 真的輸了怎麼辦 立委會擔心 我的立委輸了怎麼辦 不要把成意到那麼高 我是比較務實的角度來看 賴清德跟蔡英文 這些所有的關係 大家第一個 蘇貞昌到哪去了 先講蘇貞昌到哪去了 然後佐龍泰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要去看 這些所有變化的角色 賴清德今天出來參選是對的 這是策略 一定要出來 不出來的話 坦白講他到最後是不是一定 由他來答覆的還不一定 我覺得第一個要站在一個位置上 所以這是鋪陳蔡賴配 我覺得中間都會有變化 我一直不認為說 這個中間不會有變化 但是有一點比較注意的就是說 他又把特色陳水扁提出來 為什麼提這個 其實就是要把獨派的拉回來 把獨派的拉回來 那這個陳水扁的特色 蔡英文不敢做 蔡英文以前沒做 我相信在這段時間 他也不會敢做 因為敢做 他會丟掉另外一批選票 當然獨的票會拿回來一些 但是不一定 但是由賴清德來講就好了 賴清德來講 這獨派的票我就抓住了 對不對 另外一個我覺得 他們到最後我覺得 整合的機率還是比較高 我不認為說 在現在就已經確定說 賴清德可以挑戰蔡英文 然後到最後 哪一個人其實到最後贏的話 就是他會代表民進黨出來選選 我也覺得不一定 可是許多民進黨的朋友 現在都很大聲的告訴我說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是他們很擔心 總統會不會輸掉 立委會不會輸掉 他自己將來的位置會不會不保 所以我覺得還後續還可以觀察 但是我覺得賴清德 本來就準備很久了 就像大家講的行政院長那天 他說他不做的時候 我就是知道他要出來參選總統 可是到最後還是團結才能勝選 形勢比人強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他們中間會有一些妥協 會有一些溝通 民進黨這一套是最強的 你覺得是賴清德出現的機率高嗎 我覺得他出現的機率很高 但是也不要小看蔡英文 在黨裡面整合起來的那些力量 所以現在還沒有辦法分出勝負 到底是 我覺得沒辦法 蔡英文代表還是賴清德代表 而且我覺得在這個中間 因為他們彼此的交情都很深 共同的利益目標也很大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還是會有一些溝通來談 賴清德的做法 比較像是一個權力的鬥爭 以及權力的算計 就是說我們常常講說 兵在神術 貴在神術 其實我覺得賴清德做到這一點 因為原來民進黨 他的整個初選的設計 他3月18號開始領表登記 4月17號全部堪救以馬斯結束 所以當時民進黨內部就有人說 這是不是在卡爛 故意就是蔡英文弄出這個 讓賴清德措手不及 結果沒想到今天是賴清德 突襲你蔡英文 讓你措手不及 因為突然是在3月16號之後的第一天 第一個上班日 第一個領表日 他就去領表丟下一個震撼彈 老實說我覺得賴清德這樣做法 是打破過去所有政治人 我們一般的思維 第一個 也就是說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民進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大概還沒有說 這個總統只當了一任 然後他到了第二任連任的時候 黨內就有人開始挑戰他 過去還沒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所以這就代表說 賴清德你也不看好蔡英文 而且你也覺得蔡英文 不應該連任了 我覺得這實際上 就代表賴清德給我們一個 非常非常明確的訊息 就是連做過你的行政院長 作為你新潮流的大太子 都告訴世人 告訴所有台灣人民 蔡英文不適合再連任了 所以捨我其誰嘛 他不在講嗎 他是回憶基層的訴求 基層不要你蔡英文在連任 基層需要我 所以他傳達給蔡英文 一個這樣大的一個訊息 另外我覺得他也顯然 是要跟柯P跟韓國瑜 要直求對決 其實他今天非常特殊 他沒有去提到其他的候選人 他就說這個韓國瑜 是百年難見的一個 這個政治的人才 他非常希望在2020跟他對上 對不對 一起來做一個競爭 所以顯然他今天不是只是 跟蔡英文直求對決 他也要跟韓國瑜來直求對決 當然我們非常理解 因為他短短的一個月的競選時間 他必須要有一些訴求 其實我覺得今天你看到 民進黨裡面很多的人 我認為他們是錯愕的 因為原來蔡英文 已經把你們喬好了 清理戰場 包含林又昌說也支持我 什麼卓榮泰也支持我 你心潮流也支持我 連陳水扁 陳水扁之前不是也支持蔡英文 他還講什麼 他說賴清德要挑戰蔡英文的機會是零 他還這樣子告訴你那是零 所以他也要支持蔡英文 他還不曉得賴清德要特赦他 以特赦作為他要選總統的 一個主要的訴求 所以本來蔡英文通通在裡面 已經擺平了 可是現在賴清德 幾乎是吹奏一池春水 但是賴清德要不要做這個事情 我必須要 我真的覺得有些 這個真的是一些政治的算計 第一個賴清德今年60歲 今年60歲 他可能也有年齡上的急迫感 他如果覺得說 因為蔡英文又不可能連任 他知道心智肚明 蔡英文不可能連任 今天讓誰連任可能一拖8年 那如果這個賴清德再有機會 他以後68歲 人家就要績笑他了 你都快70了 對不起大家時代交替 你算了吧 然後另外真的是如此 現在的賴清德 雖然大家看那個新潮流 新潮流裡面的這個權力鬥爭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賴清德是前有狼後有虎 前面有一個蔡英文卡在那邊 你要連任對不對 可是後面有一個二太子 動不動 你看那個鄭文燦 還跑到美國去 還在白宮打卡 賴清德會不會最後選到底 我覺得賴清德至少 佔了一個制高點 也就是所有民進黨內部的人 知道今天賴清德要去領票了 那他們就回過頭來 要讓蔡英文要去喬 你要去喬了 老實說 我覺得如果民進黨的民調是公正 因為他們採取全民調 他們沒有黨員投票 他們是全民調 如果民進黨的民調是公正的話 賴清德應該是可以幹掉蔡英文的 所以蔡英文現在必須做危機的處理 他當然說21號他要出訪 他是趕快調整一下他的出訪行程 我認為他要趕快去調整 所以有沒有蔡賴佩的可能 其實我認為也不無可能 不會說以為說賴清德 一定要選到底 但是無論如何 因為剛才秀玲 一問到我的時候 就趕快叫我問到國民黨的問題 你看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我有天還有跟陳惠文有個對話 陳惠文還說 從來沒有看過 因為他在罵國民黨 從來沒有看到 哪一個政黨不推他 民調最高的人出去對不對 我說民進黨對不對 民進黨民調最高的也不是小英 也不是蔡英文 對不對 全民民誤會了 我打開誤會 我就說全部的民調 譬如說我們四個人做民調 我第一名 那我怎麼可能不選了 賴清德的狀況是 他也許在民黨是第一名 可是他出來選他還是輸 他講的是跨黨派的民調 他一定要強調韓國瑜還是第一 他就是要強調 你有聽懂我的意思 我現在就要回應這件事情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那個時間在4月份 大概4月初到4月17號 這個時候正好是 國民黨的一個初選公告的時間 這個也是在國民黨 未來2020的候選人 他會是一個關鍵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應該要把這個賴清德的變數 那進來我們以前就在講說 一定要推出一個最強的人選 不是 可是有人比我更急 真的